池子吐槽国人行为过激,穿三万块地际衣服录视频,网友,你真的飘了,最近地际辱华的事情可以说是,引起了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口水战,他们的广告视频中因为一次带着对中华筷子文化的侮辱和不尊重而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众多网友和明星们都开始纷纷抵制地际,要求地际道歉,而原定在上海举办的一场时装大秀也是因为明星们的报言而取消。 迪丽热八更是直接与地际解除了签约关系,并声称永远不会再有任何关系,之后尽管地际的设计师和创始人出面录制了道歉视频,但是目前看来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国人们根本不满账。 丝毫没有一点要原谅的意思,更有甚者还想要聚众把地际的产品拿出来扔掉甚至烧掉,对于有些人内过激的举动,也终于是有人看不下去了。 这个人就是池子,他认为网友们处理事情的方法太不理智了。 池子这个人现在应该是比较火的,他因为吐槽大会而走红,跟李旦的组合也是相当被人们看好。 但是他这次的举动,真的是太不明智了。 池子在发文讽刺人们过激行来之后还不过瘾,接着就录了一段视频,结果却被人发现池子录视频时穿,的是一件价值三万元的毕竟的衣服。 这下可是点燃了网友们的怒火,纷纷在下面对池子各种大骂,而池子本人居然丝毫不慌,继续我行我素。 有的网友表示,这个池子火了之后就飘了吧,都被人歧视了居然还说我们太敏感。 确实,你在节目上吐槽这个吐槽那个人们不会在意,还会觉得你有才,但是在全国都在抵制这个品牌,是时候,你出来发出不同的声音,肯定是会成为众矢之地的。 就连他的好朋友李淡独说,他在大月岁就懂了,人有时候真的是不作词就不会死,不知道池子这次准备如何收场,弄不好还会有被封杀的风险也说不定。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